生死哀劳山 还原四名地质调查队员的最后轨迹 原标题 生死哀劳山 愿天堂没有饥饿 没有寒冷 中国地质调查局四名野外地质调查人员 失联遇难的消息传出 一名曾经的战友留言哀悼 为了前往固定量的采集最新森林资源数据 11月13日 他们带着2TK定位移 森林如盘等装备和不多的食物 身影隐没于哀劳山的物中 有关中国地质调查局 昏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 样地森林资源调查任务的执行细节 今年4月 零南当地媒体曾有过报道 两两分组 前面两人手持砍刀 砍戒标号 鉴别数种 测量胸镜 油漆化线 丈量数高 后面两人用2TK定位移 采集地理坐标 定位起点 书写标桩 驾楼盘移 美目减齿 记录平板 美道程序一丝不苟 当晚 临时指挥部召开会议研判 调整优化救援方案 明确搜救路线及重点区域 消防救援 森林消防 云南山地救援等新增队员陆续抵达 他们携带的海市卫星电话 根本找不到信号 为防救援人员失联 我们出发的时候 指挥部给我们的一个指令 在危险的情况下可以生火烧林 让直升机或无人机看到信号后过来解救 他们失联的第8天 11月21日18时33分 搜救指挥部接到搜救人员报告 在埃劳山玉西市新平县水塘镇 调查量地东南方向直线距离1.85公米处 发现三名失联人员 已无生命体征 在现场的国家山岳 救援昆明大队队员描述 根据目测 四名遇难者依官较为完整 也没有被野兽侵害的迹象